哈囉,大家好,我是羅老師 Sean終於從歐洲回來啦 終於下飛機 真的,一下飛機又來了 我們又要趕快來feet一下 今天直播的主題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繼羅老師受到死亡威脅之後 同樣的人也到了Sean的Youtube上面 死亡威脅惡人組 我告訴你,現在真的是有點危險 到底他的心境是怎樣呢 我們待會在直播裡面可以好好聊一下 然後呢,無獨有偶的韓國知名的藝人F of X 他裡面有一個叫做雪莉 遭到了網路霸凌 其實我們這樣也是被網路霸凌 只是我們兩個有鋼鐵心 對啦,就是鋼鐵心 可是你要要求所有人都有鋼鐵心 真的也是很困難的事情 內心就脆弱啊,比較軟嘛 對啊,要不然我說實在的 這個其實真的會造成影響 我一開始的時候其實還是真的有點怕怕的 我在路上,其實我現在就受到影響了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打卡了 我就不太敢打卡了,我怕紅災嘛 然後雪莉的網路霸凌事件到底是怎樣 然後第三個呢,韓國瑜終於請假去拚大選了 有機會嗎 這是個好問題 好問題,我們待會聊一下 媒體都下標語,我們叫放寒假 很酸 他終於放寒假了是不是 然後這個到底韓國瑜有沒有機會呢 那我們待會直播也可以來講一下 再來呢就是有關於暴雪 遭到那個大陸網友抵制的事件嘛 那到底能不能在直播裡面提到了有關於反送中的事情 那如果說遇到這種事情 有關於公司來講的話 該如何處理這會變成兩全其美 這真的是非常尷尬 而且很難的公關啊議題啊 了解了解 那待會我們10點鐘的時候 會在Youtube還有17直播同時上線喔 在龍好公民頻道還有 才像你說 待會見,掰掰